大家好 我是阿欣 在这个废弃的铁皮房里面住了好几天了 躲避了这几天的一个雨雪交加的天气 还是非常的好的 就是一个临时的家 可以避风 保暖 防航 现在的话 我的东西也已经收好了 给大家看一下 咦 这里还有一个瓶子 大家把它拿走 看一看 东西全部收好了 然后这个是垃圾 然后把它扔掉 然后还有这一个油瓶 感觉东西越来越多 房间也打造的很干净了 准备 几天没骑车 感觉骑起来好重啊 先到前面把垃圾扔掉吧 这个垃圾桶好像满了呀 我们到前面扔吧 今天温度还是比较低的 汽车动手和动耳朵 天空也是阴沉沉的 昨天晚上我发现我的无人机 冲不进去电了 不知道是什么情况 等一下到宾馆里面 用试电冲一下 之前也出现过一次这种情况 但是用试电冲了就能冲进去 起车起车有点流鼻涕啊 今天的温度大概在零下三度到零上三度之间啊 全国大江湾南方都要下暴雪了 已经到达新野县城 大家猜一猜这个是什么 这个好像是混泥土胶筑啊 刚刚这个忘了扔 这个瓶子挡在这里没有发现 把它扔掉 进了一家旅店 还有二点几公里 冰野县进城的这条路 虽然冬天这个林道树已经落叶全部雕黄了 但是我想春夏天一定非常漂亮的 而且可以遮阴啊 这条路叫汉城路 这里应该是县城中心吧 还有一个时代广场 我们订的店就在旁边 对面就是新野汽车站 对面就是新野汽车站 今天到新野汽车 两点钟了快 两点钟了快 出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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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 哎呀车站旁边一定旅广是非常多的 这个都看到过 我订的是哪一家 好像还在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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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这家 顶错吧 先拿东西 哎呀先拿一些东西吧 哎呀 四楼 这机好小啊 你到哪里了 四楼 四楼 对 这还有八楼吧 这么高的 八楼 八楼是房闸屋的 楼 四零级来的 四零六 今天住的旅店 进门右拐是卫生间 前面的话是一个单人床 看一看 这边风景还挺好 楼层四层 哇 旁边是大广场 看一看 还要下去拿东西 这大广场 不知道晚上会不会有挑广场物的 如果有的话 就会 吵杂一点 不过今天住的这个旅店 有电梯啊 算是非常 条件还是可以的 没事 哎呀 哎呀 拿东西 哎呀 拿东西 拿东西 哎呀 拿下东西还有点热 河南这边好像也没有暖气啊 都是空调 刚刚我已经打开了 先把充电的东西全部给他 拿出来啊 然后等温度上升一点 就洗澡 第一个充的就是这个充电宝 提案好安的 乌露偏风连夜雨啊 这个充电宝 现在也充不了电了 昨天晚上我是知道这个 无人机是充不了电 结果我这个刚买的充电宝 现在也是完全电都充不进去 我现在是在跟这个客服联系 要换一个 直接提交 上门换新 哎呀 上门换新申请钟啊 想着她咱们 她咨询了一下客服 啊 无人机是没有问题 只因为这两天降温降到零下 然后电池充电的话就会有问题 我咨询了一下 等我现在这个空调刚刚开啊 升温之后 这个无人机充电是应该就可以了 现在的话我把这个无人机打开了 一打开的话 他就会持续的用电 然后这个电池就会升温 稍微等一会儿它应该就能充了 但是这个充电宝还是充不进去电 这个应该不是这个天气的问题 因为现在也不是零下几十度 它只是零下一两度 那这个就扛不住啊 我不相信 那已经换新了 我刚刚看了一下这个充电宝 它是今天 就是我刚刚不是申请换新吗 它现在已经发货了 就是我的下一个这个充电宝已经发货了 明天到就次日达次日达 然后今天的我这个 它是等一下来取走 这个还是神速啊 我买一些电器设备的话 都是在这个平台买 大家知道是哪一个平台吗 这个问题是万万没有想到 今天这么早住店 就是为了充这个充电宝 结果这个充电宝竟然 没法用 这栋楼好像就是我们刚刚看的 那个时代广场 这边还在旱间 在旅店待会儿吧 等这个充电宝 被快递拿走之后 我再洗澡 现在这个无人机可以充电了 一二三 之前就闪一个灯 还是温度的问题 下午休息了一会儿 刚刚洗完的 外面的话已经广场舞跳起来了 好像没什么人啊 天气满冷的 我们就点个外卖吃了 大家也都了解我了 住店的话我是很少出去吃饭的 米饭来咯 把桌子给它移了一下 额外点了一份汤啊 冬日暖汤 今天点的是老饭盒 类似于 这个叫什么 四个菜 辣子鸡 玉米 辣椒炒蛋 还有这个土豆烧牛肉 距离我吃饭又过去了 好几个小时了 米饭是在这个菜下面的 米饭还行 尝一下这个辣子鸡 哇 真是麻辣的 这桌子有点像小学生 写作业的桌子 这辣椒太深了 经常在外面吃辣椒 然后他们炒的都比较深 因为时间长了 这个辣椒会缓掉 像他们这种 餐的话都是一次性炒很多 比方说这个土豆烧牛肉 也是炒一盘 然后来了人就打一小份 这个辣椒炒上也是一样的 还是炒的太熟的话 就会 黄掉 当然我不喜欢吃这个比较深的辣椒 不管是我在外面店里吃饭 还是说住店点外卖 我的宗旨就是填饱肚子 然后填满肚子就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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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今天都没有买水 一碗汤的话 应该喝了应该好一点 它这个汤怎么做的跟胡辣汤一样 真的是 就跟南方的那种 紫菜汤不一样 紫菜汤一般是 很清澈的嘛 它这个是加了店的 做的是清汤的胡辣汤 我不知道这个叫什么 你要说它是胡辣汤吧 它也不是 但是就是做的是胡辣汤的那种东西 吃完了 还行 能吃饱 这一个 桌子的话 已经给它移回原味了 吃完饭 躺了一会儿 刷了一下视频 眼睛都有点酸了 准备洗衣服了 这个硬木靠在这个洗手灯里面 不洗的话 它一直在滴水 老是先滴滴滴的 所以我就先把它洗 天天出了一点点小小的意外 就是那个充电宝 不知道怎么原因充不上电 可能是天气太冷了 因为那个无人机的电池就是天气太冷了 然后我没充上 但是没关系 我已经盛景换天了 明天换一个新的 其他的话 就是在这里把这个电充嘛 然后明天应该白天就到了 然后拿到那个充电宝 然后我们继续出发 前往武担上 一个道教鸣山 也是在秦国 就是秦国冬初的一个要塞 就是一个通道 叫做武关道 就当年秦国统一六国 这里就是秦国冬初的一条路 叫从秦国的蓝田 然后一路通到这个南阳 就是从这条路 我们比较熟悉的有什么 成参道啊 子武道啊 这些道 然后这里是武关道 到时候我们先去武担山吧 然后还得从武担山一路穿越秦岭啊 一座大山是在以前就是隔绝了 这个叫关中平原 以及我们的这个现在的这种南阳盆地 以及中原 秦岭就是说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山 阻碍了他们的一个通行啊 只有当时这个地方是属于秦国六国之一的楚国 这里也是楚国和秦国交战比较频繁的地方 也有很多的战争遗址啊 而我也这一次也是从南亚 刚好是这个交界的地方 一路走这个武关道 翻越秦岭 去到当时秦国的首都 咸阳 也就是今天的西安 也就是以前的长安 他们现在三个地方 西安和长安是一个地方 然后咸阳是在西安的旁边 就两个城市已经连接起来了 但是绿属于两个地方 冬季穿越秦岭 还是一件比较有难度的事情啊 目前我们这里正在进行一场大降温 明天最低温度是零下七度左右 晚上的十二点多了 明天-七度 这也是我在河南遇到的最冷的一个天气吧 但是明天的话我们还是照常出发 零下七度对我来说应该没什么问题啊 毕竟东北零下二十多度都过来了 是吧 行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 拜拜